欢迎继续收听由桑子播讲的长篇玄幻小说《斗破苍穹》第447回 在上一回中我们说到,见到萧炎使出了一火,寒风生出了不轨之心了。 然而此刻的萧炎并没有多余的时间注意这已经新生不轨之心的家伙。 他现在的注意力全部都放在自己的对手范劳的身上。 只见庞大的青涩火海当中,那团仗许宽的血团犹如汹涌海浪中的一处礁石一般,随时都有着崩裂湮灭的危险。 血海之中,范劳感受着周围那种暴躁的炽热的温度。 他的脸色也是变得极为的难看。 他虽然知道对方的一火对血海有着一些克制,可依然却没想到这所谓的克制竟然被克制到这种地步了。 在那火海的包围中,那血海中仗义犀利的阴寒能量已经彻底失去了作用,并且在那种温度的炙烧中,血海的面积也是在缓缓地缩小着。 按照这个速度,怕是支撑不了太久的时间了。 这个混蛋! 范劳抬起眼来,目光透过火海,最后停在不远处,悬空而立的黑袍青年的身上。 他的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,没想到以他在黑角狱中那显赫的地位和声望,可如今却被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搞得正般的手足无措。 这对于他来说,可是不小的打击啊。 若是输给了这种家伙,日后趴在黑角狱里会被那些家伙笑话死啊。 范劳手中印节猛然结冻,顿时那团青色火焰的包围下,越加缩小的血海却是突然的剧烈的翻腾了起来。 旋迹,急速地收缩,一丝丝的血气快速地钻进范劳的身体里。 且变! 随着血气的钻进,那弥漫的血海则是迅速虚薄,而范劳那对眼睛却是缓缓地变得血红起来。 并且那对干枯的手掌也是越加苍白。 指尖处尖锐的血色指甲却是诡异地延伸而出,犹如锋利无比的刀片一般在日光下反射着阴冷的光泽。 背肩微微一颤,一股血色喷涌而出,覆盖在范劳背后的血色双翼上。 顿时,斗气双翼一阵的蠕动,瞬间之后,形状竟然发生了些许的变化,整体看上去变得更修长以及诡异了起来。 模糊地瞧去,就犹如鸟或蝙蝠的翅膀结合之物一般。 当最后一缕血气钻进范劳的体内后,那弥漫的血海顿时彻底地消散了,而范劳的身体也是重新地出现在消炎的注视之中。 能把我逼到使用血变的地步,你倒是足以自豪了。 一阵淡淡的血色光膜从范劳的体内蔓延而出,周围那炽热的温度顿时被隔绝了开去。 范劳背后的双翼微微一震,身体顿时化作一抹血色的闪电,瞬间闪掠出轻火的包围,出现在距离消炎不到十米远的地方。 阴冷的笑声在天际回荡着。 硝烟望着前面造型略微有些变化的范劳,心中也闪过一抹惊异。 现在的后者,无论是气势还是速度等等方面,都是比先前要强上许多。 看来,在被他使用异火蹂躏了一通之后,这个老家伙终于开始施展真正的本事了。 哼,这可还不够啊。 既然你一直为你儿子死在我的手里耿耿于怀,那我倒是不建议送你去见见他。 硝烟的话,落在范劳的耳里却是极为的刻薄与尖酸,以至于一脸阴冷更加的动人心肺了。 在说着话的同时,硝烟绣袍一挥,顿时,那席卷天际的青色火焰便是急速地蠕动,最后再度凝聚为两道宛如翡翠般颜色的火焰长蛇,闪掠而回,顺着他的指尖钻进了硝烟身体之内。 操纵如此庞大的一火,那所消耗的灵魂力量可是不小,若非是有着要老的力量支持,先前那一下,就算是硝烟拼尽全力,那也是施展不出来的。 所以,如此庞大的火焰,自然就需要收回了,不能让它平白地消散于天地之间,那可是太过奢侈了。 特别是对于还处在战斗中的硝烟来说,保存实力更加重要。 深吸了一口气,奋劳竭力要压制住心中那暴涨的沙翼,他的目光如刀锋般的死死地盯着微笑的硝烟,片刻后,嘴中发出难听的哮声。 顿时,血红色的眼睛猛然一瞪,如雷鸣般的咆哮声,终于携带着无比愤怒的沙翼,抱吼了出来。 小杂种,今天我范劳不把你碎尸万段,拨骨抽筋的话,还不如自吻当场。 面对着范劳那惊天杀意,以及从下方射来的无数道惊恶的目光。 硝烟轻飘飘地说道,哼,那你还是去死吧,老狗。 硝烟那轻轻的刻薄的冷笑,犹如肺油中投下的一盆冷水一般,顿时,一股血红的磅礴的痘气,扑天盖地的,从脸色猙獰的泛老体内抱涌出来。 苍白如枯树般的手爪,猛然探出,玄机快若闪电般地揭出诡异的印接。 只见那涌出的血红色痘气一阵的翻腾。 最后,一柄足有小腿粗壮,通体暗红的血毛迅速地凝食而出,最后,出现在所有人的目光注视当中。 血毛凝食,范老手爪一抓,便是将之牢牢地握紧,他抬起头来,冲着硝烟嘴巴一动,露出略微有些尖锐以及森白的牙齿。 他背后的双翼猛然一震,顿时,一道尖锐的怒声咆哮,再度夹杂着无比的杀意。 自范老嘴中,抱吼而出。 而在这道嘹亮声波当中,后者身形犹如御风而行一般,化为一道极为模糊的血影。 闪电般的漆进硝烟,手中长毛带着森冷的进风,极为狠辣的,刺向了硝烟的心脏。 起点中文网版群所有,创听网荣誉出品。 使用了所谓的血变之后,范老虽然并没有任何斗气暴涨的现象,不过他的速度却是提升了许多呀。 乃至于,他使用所有动作的时候,很多人都只能看到他的身体微微颤了颤,玄机再度凝望的时候,就惊骇地发现,那道身体已经逐渐地变得虚幻起来。 显然,这是由于速度达到了某种极限的时候,才会遗留植物。 以前,硝烟在将三千雷洞施展到第一层的极致之后,能够勉强留下一道残影。 不过,他的那个残影和范老所制造而出的,明显就无法相比。 当然了,那个状态的硝烟呢,实力顶多就是斗灵截别,能够制造出连寻常斗王强者都难以搞出的残影,已经足以令他自豪了。 范老所展现出来的速度,令得无数人满心震撼,然而,那与之对峙的硝烟,脸庞上却依然未曾有多少动容。 他漆黑的眼瞳中,一抹血色光线急速地放大,下一瞬间,血色光线猛然化作一张猙獰的脸庞,带着无比狠力的能量血毛,也像穿透了空气阻碍似的刮着阴冷的寒风,直射过来,哐啦啦啦啦。 宽大的黑影突然闪现而出,后视的背面,犹如一面盾牌一般,直直耸立在硝烟的面前,而那血毛则是重重地点在其上,顿时一股进风犹如风暴一般,疯狂喜涌着,那股进风之强甚至隐隐带上些极为细微的雷鸣之响。 背后轻火双翼一阵猛然的煽动,萧妍脚步退后了两步,手臂狠狠一抖,这才将范劳寒怒一击,抵挡而下。 眼睛抬起来,目光透过玄中尺,看到了范劳那阴森猙獰的脸庞,一堆血色的双瞳释放着无比的杀意和血腥。 小杂荣,我要在你身上炸无数个血洞。 范劳紧握着血毛的手掌猛然一扭,那停留在尺身上的血毛顿时一拐,旋即带着一道血红的光弧,再度刺了出来。 萧妍脚掌之下,一丝银色的闪电突兀的闪动,身躯一动,身形顿时犹如鬼魅般的顺着血毛窜处。 无指紧握,青色火焰缭绕其上夹杂着炽热的温度,毫无花哨地对着范劳的脸庞就砸了过去。 现在的你可还没了资格。 对于如同泥铸般滑溜的硝烟,蒜老也是极为震怒。 他幼长之上同样血气缭绕,锋利如刀片一般的指甲狠狠一弹,就听到细微的呲啦声响。 就犹如空间被他此刻撕裂了一般,五指并拢,宛如一柄锋利的血溅,直接对着硝烟的拳头就刺了过去。 那尖锐的进风,犹如刀片切开宝纸一般的声音,令人的身体微微泛寒。 感受着范劳那有些诡异的,指甲血溅所蕴含的尖锐尽力,硝烟的眉头也是微微一皱。 听这个声音,那指甲的锋利程度恐怕不比他的血毛差。 这要是直接用肉拳头硬碰,对他可是颇为不利啊。 心头的念头急速闪略而过,电光石火之间,硝烟手臂却是陡然一颤。 拳头上所笼罩的青色火焰,突然脱手而出。 化为一枚青色的火焰球,冲着范劳就爆砸而去。 这脱手的火焰球,犹如一枚出塘的炮弹,在出塘那一瞬间,把先前所压抑的温度彻底的爆发出来。 顿时,那颜色就变得深沉了许多。 火焰球划过之处,连空间都出现了些许褶皱,看上去犹如沙漠上空一般扭曲而虚幻。 硝烟的攻击变化仅仅在电光石火之间,因此当贩劳有所察觉的时候,深青色的火焰球已经抵达而至了。 那炽热的温度,即使是有着斗气罩的隔绝,也依然让他的皮肤上出现了阵阵的灼痛。 如此近的距离,闪避,那已经是不可能了。 因此贩劳,也没有丝毫的退缩。 一股股强横的血色斗气从体表毛孔喷射而出,旋即,一道血色光膜闪电般的在他手掌处凝固而出。 硝烟闪掌闪掠而退,他望着与范劳近在咫尺的深青色火焰球,嘴巴微微一动,一个清晰的阴节突然传出。 爆! 砰! 随着阴落,一股强光似火焰球中暴涌而出,一道巨响,猛然地响彻天空。 炽热的火焰从那个爆炸点铺天盖地地席卷而出。 绣袍清灰将扩散至面前的一股热浪液积散。 硝烟微眯着眸子望着那火浪扩散而出。 他心中清楚,这个强度的攻击,根本不可能击伤贩劳这等强者。 在硝烟凝望之间,一道血色光柱,突然自火浪里扩散爆射而出。 光柱之中,范劳的身体顺之缓缓地飘上。 此刻,后者一张脸庞依然正拧着,他右手高高举着粗壮而锋利的血毛,身体呈半旋的投射之状而弥漫其周身的血色斗气,也正犹如受到某种吸引力一般,源源不断地灌注到他那道血毛之中。 随着越来越多的斗气灌注他的血毛当中,只见那毛中颜色越加暗沉。 片刻之后,几乎犹如凝固的鲜血一般,血腥之味越加浓郁。 并且在血毛尖头处,血色的光弧散发着阴冷的光泽,锋利的毛尖犹如能够穿透一切防御的力量。 硝烟的脸色,在血毛的凝聚当中逐渐变得凝重。 他能清楚地感觉到,范劳这一次的攻击,他是真正地达到了轻力而为的地步了。 一个斗黄强者的权力一击,足以镇碎一座山峰。 因此,即使有着要老力量的支持,可硝烟依然是不敢心存丝毫的小事。 他手中玄重齿,缓缓地抬起,一股股雄浑青火斗气从体内抱涌而出,最后,仿佛源源不断般地灌注而进。 天空之上,相隔不到百米的两人,却是在此刻陷入了同样的安静。 不过任何人都知道,在这种安静下酝酿着的,是一场极为恐怖的对撞的风暴。 而且这一场风暴爆发的时间,就是在下一个瞬间。 在无数惊骇目光的注视之下,范老手中的血色长矛终于停止了继续吸纳斗气。 到此时,他的血矛微微扭动,竟然就能带着一阵的空间波动。 足见其中蕴含的能量已经高达一个怎样的恐怖的界限了。 尖锐的手掌牢牢牢地握动着,不断跳动的血毛。 范老猙獰的脸色都是在此刻浮现了一抹苍白。 他血红色的目光,死死盯着远处的硝烟。 一阵怪笑从天空上响了起来。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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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小杂种,一切都结束了! 好了朋友们,遇之后事如何? 敬请收听《斗破桑雄》第448回。